成功的企業要在市場上尋找突破 但以固有的形式去開發新產品 或者只是開拓新客員 只是Evolutionary Innovation 唯有開發設合顧客新需要的新產品 只可以達至Revolutionary Innovation 多了人認識我們公司之後 在內地和東南亞做電商的公司 漸漸成為我們的主要客群 要面對這一班新興的客群 我們重新審視公司的所有產品 希望令到我們的產品 在市場上保持競爭力 我們的同事主動聯絡了這一班新的客戶 嘗試去找出他們在業務上發展的時候 他們的特徵和關鍵 再歸納成customer archetypes 去引導我們思考這些因素 如何影響他們對我們產品的需求 透過和客戶深入的溝通 我們可以了解到他們現時的益運模式 特別在現金流和尋求融資方面 遇到什麼困難和他們現行的解決辦法 然後綜合所有資料 歸納出客戶共同面對的痛點和原因 再審視開發什麼新產品 去迎合他們的需要 我們發現電商領袖企業競爭相當激烈 亦都很容易受到季節銷售的影響 所以電商都會傾向於快速做大營業額 去鞏固自己的市場地位 我們就希望可以幫助他們在需要買貨和入貨的時候 提供現金流去支持他們業務發展的需求 針對電商客戶 我們公司決定再加快審批的速度 要放棄傳統根據公司國王財政策 去做審批貸款額的方法 因為這樣反映不到電商迅速發展的 現金流需要和還款能力 我們決定用電商實時的營業數據 去做審批準則 以配合他們當時資金的需要 我們亦與國內最大的電商平台的物流系統合作 在應用程式的介面 就已經可以看到電商的實時數據 估算出營業額去平衡貸款額 同時亦利用API對接銀行匯款 令整個貸款時間縮短 營商環境變化得很快 我們從事FinCheck 應該走得更前 以創新科技的優勢 推動市場的長遠發展 一會兒